哈囉大家,本週終於進入公主系列的最後一部電影 海洋奇緣 這部電影其實上映到現在也只有三年的時間 以前我們的公主系列都是走一個江古路線 但這部電影好像沒有什麼古可以講 因為時間好像太現代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的導演是 小美人魚還有阿拉丁的導演雙人組 John Musker還有Ron Clement 所以在這部電影中還是處處可以看到一些迪士尼的老靈魂在裡面 2009年的《公主與青蛙》之後 這對導演雙人組顯然發現童話故事已經不符合現代觀眾的品味 一方面也是因為大眾熟悉的童話故事大部分都已經被迪士尼拍完了 那這兩位導演原來就打算將英國作家Terry Prusher的經典著作《死亡學徒》拍成電影 最後卻因為版權喬布隆而計畫作罷 為了避免又遇到版權問題他們開始向迪士尼提案三個原創故事 其中一個有關玻璃尼西亞傳說的故事就獲得了John Lester的注意 他同意開發這個計畫 並指派他們到南太平洋去斐济、大溪地、薩摩亞等地來一趟考察之旅 畢竟是迪士尼第一個來自南太平洋的公主 那這種每次以異文化為背景的電影都特別容易遺體整理 那想當然這次團隊也是下足功夫在研究南太平洋的文化 那個雖然最後還是因為毛衣的造型太過的肥胖 而被指控說醜化玻璃尼西亞人 那我是覺得這還好啦 真正糟糕的是這個好不好 這個周邊 迪士尼你們真的 在這趟考察之旅裡面呢 兩位導演就見了非常多當地的專業人士 舞者、文化研究學者、歷史學家、刺青專家 甚至還見了星象學家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呢 他們從這趟玻璃尼西亞之旅中 找到了他們真正想要說的故事 那就是他們發現玻璃尼西亞人的航海背景 可以追溯到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前 比所謂的歐洲大航海時代還要在早上非常多 根據一些紀錄他們在數千年前就對外界的島嶼有認識 在地圖上甚至還會幫這些地方命名 證明他們是有航海能力的 但是呢在3000年前左右 玻璃尼西亞人一度停止航海 直到1000年之後才又恢復航行 有些學者就分析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的因素 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始終是個謎 那John Musker和Ron Clement 就對這塊儀式的歷史很感興趣 然後就把它變成了海洋奇緣的主題 所以這部電影的背景是設定在2000年前 那片中也有提到毛衣被困在那座島上1000年 那這部分的時間設定是有參考實際歷史背景的 有初步的故事概念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還原2000年前南太平洋的樣貌了 電影有些不講觀眾根本不可能發現的小細節 譬如說Moana身上的衣服 都是依據2000年前的玻璃尼西亞人可能使用的服裝材料為根據設計的 像樹的樹皮、椰子殼、羽毛等等的 那Moana在片中總共有7套衣服 包括她還是小寶寶的那套 還有一套只出現6秒 她在跳舞的時候穿的衣服 都有很多巧思在裡面 另外Moana的服裝偏紅色調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紅色在玻璃尼西亞文化裡面是象徵著貴族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毛衣一看到Moana馬上就知道她是公主 那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她很喜歡唱歌又有一個小動物跟班啦 另外電影中有個很酷的小細節就是片中我們看到的星空 都是有根據星象學家的專業協助去設計的 因為2000年前的星空不可能會跟現在長的一樣嘛 那其中原因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會經過一些誤換星移 懂星象學的人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那個電影 感受一下差別在哪裡 這裡可以順道一提一個跟星星有關的冷知識 那就是片中有出現一個毛衣的魔鉤形狀的星座 這個是在大洋洲時機看的到的星群 那對應到黃道十二宮呢 就是天蠍座的尾巴 這可能代表毛衣是天蠍座之類的 毛衣是來自玻璃尼西亞人普遍熟悉的神話故事 很有趣的是她的設定跟另外一位來自北歐的神洛基類似 被描繪成可以變形意外惡作劇 這角色原來是HANA的配音原句子強森一樣是土頭 後來顧問堅決反對 因為毛衣在大部分的神話形象裡都是有頭髮的 這角色另外一個靈感來源其實一部分是巨石強森他的外公 同樣也是摔角選手 有HIGH CHIP外號的Peter Malvia 這樣比對下來其實是真的長蠻像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角色的地方是他身上有個會動刺琴 這是一個很酷的概念 就是在一個3D的人物身上再放一個2D的角色 這個概念在迪士尼電影中還真的沒有看過之外呢 小毛衣這個角色也讓人聯想到Binocchio裡面的蟋蟀 就是象徵著主角的良心 雖然毛衣並不是一個典型充滿正義感的英雄角色 但她的良心卻可以反映出她良善的一面 就還蠻聰明的 回歸故事本身劇本本來是請來抬開YTT來寫的 初期設定裡面Mawanna有很多兄弟 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兒 於是電影把很多重點放在性別這件事 原來想要回歸大海的人也不是Mawanna 而是她的爸爸 她只是在旁邊支持爸爸的感覺 整個故事Mawanna給人的印象不夠強烈 甚至有點失焦 於是後期劇本就大羞 把Mawanna變成獨生女 讓她變成主導Motonee跨出第一步的關鍵人物 她的內心掙扎也從原來因為女兒身受到限制 變成尋找自己的身份認清自己的使命 這樣聽起來呢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現在的版本 就是聚焦在女主導身上的感覺 而且海洋奇緣完全沒有任何的戀愛線 她是走一個青少女成長物語的感覺 這應該是公主系列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戀愛元素的電影 John Musk 和 Ron Clement 過去描繪了各種非常不一樣的公主樣貌 有為愛不顧一切勇於冒險的Ariel 向往自由不對命運屈服的Jasmine 勇於竹夢的Tiana 這次Movana又更不一樣 她的身份是領導者 兼康攸關民族存亡的神聖任務 她在電影中沒有談戀愛 因為她愛的是未來大海上未知的冒險 還有她的族人 雖然她還是有一點點靠強壯的男人幫忙才解決問題 但她已經設施迪士尼跨出很大一步了 你知道現在公主太瘦太美也會被罵 所以她們這次還特別把她設計的 比較接近現實生活中健康少女的身材 究竟下一個迪士尼公主會是有怎樣的新突破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最後冷知識時間 這部電影的作曲呢 是由泰山的Marc Mancina 還有薩摩爾的作曲家Ovetiah Foy 她的名字是不是這樣唸 我不確定 還有Hamilton的Limaret Miranda 聯合創作的 那其中Limaret Miranda呢 她說她9歲的時候看了小美人魚 覺得非常愛這部電影 甚至受到這部電影啟發 讓她知道可以和這部電影的導演 也就是John Musker 還有Ron Clement合作的時候呢 她是感到非常非常興奮的 這部電影完成之後呢 她的兒子出生了 她還把她的兒子命名為Sevestian 也就是海底王國中最偉大的 宮廷作曲家的名字 那如果你有留下來看海洋起源片尾的話呢 你還會看到塔姆陀也自禁了一下Sebastian 我名字是Sebastian 我名字是Sebastian 我還有一個酷的加密語言 你一定會幫我 好公主系列就這樣結束了 那這系列結束之後呢 我們之後可以來做一些非官方公主 或者是其他的迪士尼經典之類的 那之後呢 這系列的更新頻率可能就不會是每週了 要看我心情或是看當中的工作狀態 尤其你知道這系列好像有人跟我嗆聲說 他比我還要更喜歡冰雪起源 然後還搶先我先做了一個預告解析 所以就是一個趁人之為嘛 趁我正忙著做海洋起源的時候 你看這個樣子公然挑釁我 所以我下禮拜應該是會做跟冰雪起源有關的影片啦 那我們就一樣下禮拜再見囉 掰